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俄罗斯的联邦安全局FSB7月15号称 已与俄内务部和侦查委员会一起成功阻止了一个针对 今日俄罗斯 也就是Russian Today的总编辑西蒙尼扬 还有记者索布恰克的暗杀行动 有7个人被捕 俄方也指控乌克兰的情报机构策划了这次暗杀行动 我们现在在照片上看到的就是今日俄罗斯的总编辑西蒙尼扬 俄卫网在16号的时候称 俄的执法人员已在莫斯科 拘捕了7名参与暗杀行动的人士 包括未成年的人 报道指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公布了审问被捕人士的影片 当中就有被捕人士说 他们是与新纳粹组织Paragraph 88有关 报道称 被捕人士藏有突击步枪 还有弹药 准备是用来行凶 而俄的执法人员搜出了带有新纳粹分子 还有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标志的物品 俄罗斯的外交部在15号就表示 这一次暗杀行动是基辅政权 在西方保护人的精心策划之下 对俄罗斯平民发动恐怖袭击的又一次尝试 而乌方袭击的理由就是因为俄罗斯记者的职业行为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就指 正发生的一切再次显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政权的恐怖主义本质 他对这一系列的恐怖袭击都负有责任 对此呢 我们看到这名记者西蒙尼扬就回应 说这是他在过去一年第二次被企图暗杀 他表示耻辱 背叛 还有带着做了无法弥补的事情的这种感觉 让他觉得很可怕 而且是比死亡更可怕的事情 他也希望被捕的那些人能意识到这一点 说完了这一系列的暗杀行动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以色列 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突然是感到身体不适 入院进行检查 来自于以色列的总理办公室7月15号的消息 内塔尼亚胡当日是感到轻微的头晕 在医生的建议下也就入院了 办公室指出根据初步的诊断 他出现了脱水的症状 今年已经73岁的内塔尼亚胡 15号晚会在谢巴医院留医进行更多的例行检查 内塔尼亚胡15号在推特发布影片时 他笑着说 14日曾到加利利海去度假 当时气温高达摄氏38度 他表示 感谢上帝 我感觉很好 我也是呼吁大家要少晒太阳 多喝水 愿我们在新的一周过得很好 他的办公室就称 原定于16号举行的内阁会议 改在17号举行 73岁的高龄确实好像很难承受最近大面积的这种高温现象 以上就是今天头条宿地的国际部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会